各位亲爱的朋友 接下来是一场中国选手和菲律宾选手之间的对抗 首先为大家介绍 蓝芳选手 内里28岁 身高167公分 体重61公斤 职业战绩6胜5负 有超过十数场专业拳击 比赛经验 现场拳击 组号超级玛利奥的菲律宾综合格格名将 马洛伯雷斯 红方选手 年龄21岁 身高170公分 体重61公斤 职业战绩6胜4目 轨交摇由奥特尚的得意门声 摔角柔术公平后 擅长地面攻防 被夜剑一致评价为新一代晴兩极杀气 要着目骂人之称的乌根突破剑 我们的帅哥裁判 郑宇哲 是 你来自台湾 来自中国台湾 我笑了 对 周一哲其实 哎呀 王婷不止是你 有很多的女粉丝 他现在经营很多女粉丝 进来 哇 现场的货帅很高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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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英雄榜 风云阵的比赛现场 北京国家 我给周星体育馆 我是金水源王婷 我这么看 我刚反应过来 你说马尔诺的绰号 叫超级马利奥 是不是因为他老跳 他的步法非常好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 因为拳 高扫 差点步机腿摔 以为他打拳 结果来一高扫 对 还了一下高扫 躲开 因为这场比赛很显然 乌格一定是摔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对吗 这个马尔诺肯定是 想办法去打拳 所以我们就看 摔跤和拳击这两个 这个火花如何碰撞今天 看到这个 乌格图木吉 乌格图木吉的这个报价是 反驾 是反驾 是的 你眼睛很尖的 这种架子就是这个摔跤的架子 证明他摔跤系选手 哦 高扫 好 直接趁机放摔 怎么样 正经车出去了 防住了 要反摔 反摔吗 反摔吗 漂亮 漂亮 这两下反摔这个 和那个身高的优势 是的 是的 好 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看哈曼尔诺地面攻击 马尔诺现在半防守 手呢在 老实对方的身体 尽量不让对方打住自己 那现在 乌格图木吉也没有着急去打西打 也是在压制 压制 博律斯现在抢了腋下 还比较方便 虽然他被对方压在下位 在那个半防守里面 但是他的那个左手 抢了对方腋下 这就是铁龙和围绳的区别 围绳的话到那个地步 他就停了回来 所以说你没法用龙边战术 对 因为刚才已经到了龙边 不方便选手 下一步的技术发挥 绳边 所以说裁判暂停比赛 让双方以那个暂停前的 位置和动作在恢复比赛 好像做足关节技 要做竹门勾 有没有 再竹门勾 挣脱出去了 再倒地 好 起身了 漂亮 刚才那个桃 再爆摔 已经抄到单腿了 好 出去了 重心出去了 逃掉了 好 再勾腿摔 而且一拳击打 手撑地了 全场场上沸腾了呀 第三次勾腿高摔 如果图级 首先是那个重心保持得好 而且能够用自己身高 来做很好的杠杆 去反把对方给摔倒在地 这几次都是对方先发动那个近身 比如说类似小外衣 用的勾腿摔法 但是他反而是 防摔做得很好 反把对方摔倒 然后占去上位 把对方压制在那个下位 我用一句比较有意思的话 就好像乌格把杂技和拳击和他一起 打得特别好看 这个观众是喜欢这样的选手的 左膝盖跪下去了 跪在对方同侧防御的手臂 刚才忽日格是一样的招数 但是现在他半防守 脚击 但是还好那个柏雷斯 他的那个手 随时抢的腋下了 方便自己起身和拿后背 是的 所以说柏雷斯 你看 柏雷斯抢的腋下 手撑地了 可以淘起来 他只要手 好漂亮 要做是个半防守扫技吗 哦 没有 头已经被对方压下去了 乌格的压力是非常好的 给柏雷斯 柏雷斯很难去做一些动作去逃 但是还好柏雷斯练过等格数 他至少不像成拳击人生有那样的 他只要保护自己 只要保护自己不备 你看 头望你钻 对 头望你钻 这样他打不着 后脑又不能打 嗯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 而且他头望里面钻之后 可以做深度半个手机 哎呀 当心十字顾 当心十字顾 那个手有危险 有一点要十字顾的打 手有危险 能不能逃 能不能逃 走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柏雷斯应该听到老河的话了 他知道十字顾 所以就把手抽回来了 是这个柏雷斯 好 现在是看双方选手 在下位的逃脱技能了 你看现在柏雷斯的右膝盖 是跪在那个乌格图木齐的那个 啊 乌格图木齐的强力起乔 强力起乔啊 我记得 要起身了 这是乌格图木齐的一个绝技 就是强力起乔 他的决起乔非常好 强力起乔 但乌格图木齐这样 还是得防对方做实际步 到了 漂亮 体能的优势 比赛会不会暂停呢 比赛会不会到这儿暂停呢 不会 要起身了 柏雷斯利用围绳起站起来了 利用围绳 好 裁判把他手打掉 这个是不允许的 因为你的手 四肢是不能去 那个神圈的外围的 是的 你四肢无论是手肘吸 勾着神圈的话 好了 柏雷斯还是要摔倒对方 这场比赛 没想到地面炸弹那么精彩 是 柏雷斯的柔术非常好的 到了封闭式防守 那么现在柏雷斯 头没有被控制 刚说完就被控制了 好 柏雷斯往前压制 乌格图木齐打得比较开放 把防守打开 感觉这个柏雷斯好像有针对 我们的这个 乌格有做过专门的防 那就是必须的 对 现在 外围 如果图木齐是拼命要把自己的 左腿的小腿给抽出来 因为抽出来之后全防守 把对方拉到自己的 封闭式全防守里面 方便做下位的降服 降服动作 现在这个叫四分之三防守 对 四分之三 对 四分之三 也不是全防守 所以他四分之三防守 到了全防守了 嗯 我觉得柏雷斯也没有 哎 强力起乔 对 必杀技 强力起乔 你看乌格现在把 乌格图木齐的手控制住 哎 强力起乔 漂亮 对的 控制住一只手 漂亮这个 反正又互换了位置啊 又互换了位置 他现在 现在柏雷斯怎么做 在下位 柏雷斯下位打的也是比较激进的 用肘去敲踢 这个乌格的脑壳 看看柏雷斯 登对方跨 把对方登开 开放式防守 下位的那种上登 到后背 漂亮 如果图不齐 拿了对方后背 可惜只勾进去一只脚 如果两个脚都勾进去的话 就非常稳了 是的 我看这样的像被划下来 要被划下来 容易被划下来 现在柏雷斯 只要把那个腿荡去就好了 占据南北位 就是南北 这个 习错 在刚刚过去的 这个6分钟的时间里 两个人的攻防转换非常迅速 没错 你不提醒的话 我都忘了去6分钟了已经 这真的过真快这时间过的 已经马上4分钟了 难道会不会又是一场 到第二回的比赛 这场比赛裁判非常为难 对 好 我们看到 要起敲了 对 现在这个马尔索已经到十字了 已经到对方的十字了 最后的关键就能否到十字 先到了这个位置了 要什么位开始 砸拳或者到西上 看那个柏雷斯对规则的理解了 如果他对规则吃得比较透的话 现在可以直接地面吸了 没错 如果我上了那个Unified rule 就知道地面吸 对 对 对 我就走机走机 杂拳杂拳 但是其实是直接可以上地面吸的 他的这个助教团队也没有提醒他 应该会 但是乌格好像现在居然都没有 表现都没有痛苦 做婉健了 做婉健了 但是乌格表现 对 一个拳击高手主动去爆摔 然后摔倒了对方 哪怕被对方反摔倒 然后再不停地翻滚 不停地拿了几次上位的优势位置 是的 反而是在上位压制砸拳砸走 地面吸 然后抓住机会 做了那个碗键 就叫玫瑰锁 对 相承了对方 对 优秀宝石 不可思议啊 对 优秀宝石登立场 欧里达尔森 对 二萨根城也是一样的 欧里达尔森是个泰拳王 对 降服了一个ADCC的冠冠 对 是 来 周老师你再跟我们说一下 最后是用什么系降服的呢 你说哪场比赛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最后是一个美视所肩 美视所肩 但也叫万简降服 万简这个就是从日本 应该这个词是日本来的 日文汉字 日本汉字万简 日文汉字 万简 那么日本话里 把美视所肩和美视所肩 同叫为万简降服 但是美国人就有区别了 好 那么在屏幕上放的就是 这叫木村 这叫 木村 不是 这叫美视所肩 对 美视所肩 因为他那个手势向上 做这个动作就叫那个 软件 美视所肩 向下的话就无尊锁 他都是针对肩关节的一个反关节 去看看看 已经拍了 嗯 但是刚才 这也是让我们众多喜欢 这也是让我们众多喜欢 格斗的朋友们更多了解到 在这个肘关节技的时候 木村和刚才这个软件的区别所在 是的 房庭问得好 应该是木村更为所肩的区别所在 这场比赛结果 第一回合 6分35秒 篮方选手 马尔诺博雷斯 相赴获胜 恭喜贝利贝选手 马尔诺博雷斯 后6分35秒 第一回合 我们有个货币 为TAPOUT DUE